敢在粉丝见面会前夕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脸书还丢出填空题 引来万千遐想 但当着支持者的面 郭董倒是把话讲得很直 台下爆出热烈掌声 郭台铭强调自己是少数和中国 美国都有交情的政治人物 还自称和平哥会为美国带来金鸡蛋 至于先前投书华盛顿邮报 遭到批评他霸气反击 然后又扣下我郭台铭一顶红帽子 我向大家报告 我郭台铭这一辈子 只在这一顶中华民国帽 我一辈子只对中华民国 台湾人民效忠 炮火技是瞄准 民进党也不忘狂酸对手一波 赖清德副总统的投书 只是政治的语言 只是烟遮烟台独色彩的假面具 如果让赖清德当选总统 两岸关系将更加危险更加严峻 只是郭董若正式参战 戏卡都民调中少少的15% 还是敬陪莫作 有没有可能再有蓝白河 成了外界关注焦点 随日七二三国民党全代会 越来越接近 党内换猴杂音不断 郭台铭的一举一动 都可能牵一法而动全身 今次有盖面新红 节奏报道